康熙年间 关东腹地有一个叫张庄的大村落 这一天 平静的村子里爆出了一个惊天大丑闻 寡妇张氏的女儿青梅大了肚子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很快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 飞遍了十里八村 青梅貌美如花 行为举止温柔手里 那孩子会是谁的野种 刚强的张氏倒下了 他二十岁守寡 寒心如苦带大了青梅 最近乡李明刘正在联名向朝廷申请 替他立贞节排放 这可是他多年来的最大心愿 在这接骨眼上女儿出了这等丑事 十足是在张氏争强好胜的脸上 狠狠抽了一个大耳光 大家好 这里是官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张氏厌不下这口气 历史要找出那奸夫泄恨 可无论他怎么逼问则骂 青梅就是咬紧了牙关一声不吭 张氏气急 这天熬了一碗打胎药 捏着青梅的鼻子硬灌 青梅死活不肯喝 药汁见了两个人满身 看娘的心肠如此刚硬 青梅才哭泣着说 娘 孩子不能打掉啊 这孩子是 是皇神爷的 皇神庙是附近方圆几十里 唯一的庙宇 这张庄一带的黑土地 肥沃的钻一把枝枝茂游 可要是赶上蝗灾年头 就会颗粒无收 因此人们对于皇神的供奉 从来不敢怠慢 那皇神爷的素相儒雅俊美 乡里女孩们 暗中都把未来的如意郎君 跟他连了相 可现在青梅居然说孩子是神仙的 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看着母亲冷峻的目光 青梅含泪说了一件事 那还是几个月前 青梅去山上挖野菜 路上碰到皇神庙里的小和尚方明 他正在跟乡身流粮尘采集草药 青梅心里暗息 庙里没人 正好去摆摆皇神爷 青梅跪在神像前住倒了很久 希望也能找个跟神仙一样 俊朗仁厚的相动 这是一阵困倦起来 他趴在皇神爷的膝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 梦中和皇神爷成了亲 还入了洞房 醒来时还真的觉得身体有点异样 可出于少女的羞怯 青梅只能把这件离奇的事埋在心底 想不到竟然有此猪胎案结 大了肚子 张氏用尽了手段 终于从女儿嘴里知道了 肩夫是谁 消息风一样传开 村人们一信参半 有的急忙去庙里烧香叩拜 有的怪神仙不自尊重 也有不信邪的悄悄跟张氏说 这是透着邪门 是不是那方明小和尚冒了坏水 害了青梅 又把黑锅让皇神爷爷替他背着 别说张氏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忽然记起来 有几次带着青梅去皇神庙烧香 那方明和尚看青梅的目光 的确有点异样 张氏找到大香身刘良辰 托付他为女儿查证这件事 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那皇神庙里却尽了贼人打劫 方明大概是受了惊吓 疯了 哑了 成天疯疯癫癫 见了人就用手指着喉咙 张大了嘴 却阴雅的只听见丝丝的声音 还拿树叶子一把一把往嘴里栽 人们猜测着 难道是因为做了亏心事 遭了报应 更让张氏揪心的事 这一天几个乡绅来到他家 连连摇头扎嘴 可惜啊 本来立牌坊的事都已经准奏了 因为你叫女不言 哎 张氏全身的骨头仿佛被抽了出去 立刻就软成了一摊泥 青梅扑过去跪在刘良辰脚边 泪如雨下 叔叔 伤风败俗地阻我 跟我母亲无关啊 刘良辰看着他们母女 为难地摇了摇头 张氏躺在床上哭着骂着 一直折腾到暮色朦胧 青梅静悄悄奔向了后山的黄神庙 这一去直到月上柳梢的时候才回来 他的脚步轻飘飘的 眼睛直勾勾的 整个人像没了魂似的 午夜时分 村子里漠然人声鼎沸 张氏母女爬起来一看 只见半山腰火光冲天 居然是黄神庙起了大火 众人几次要进去救火 都因为火势太大冲不进去 那方明也不见踪影 想来一个风雅的人 哪里逃命去 一定是烧死在里面了 青梅在房里直哭了一夜 第二天天色大亮 还没听见张氏房里的响动 他推开母亲的房门 兼那张氏高高的悬挂在房梁上 已经死了 青梅抱着母亲大声嚎啕 哭着哭着觉得肚子一阵脚痛 他兼男的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头 边磕边说 娘啊 您婚龄千万别走远 等等不孝的女儿 就趴起来亮亮呛呛跑出了屋子 中午时分 进山打柴的村民发现 青梅也死了 他掉在了黄神庙后一棵老鱼树上 眼睛睁得大大的 体型已经恢复了从前的寿靴 黄神庙成了青山脆骨间一片白地 微风拂过 华丽堆还在冒着鸟鸟的白烟 村民们惊叹着惋惜着 才要抬走青梅 却听见从老鱼树里 传出咕咕的婴儿体声 人们拥过去一看 那书洞里躺着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 这一定就是黄神爷和青梅的儿子了 几个老城持重的乡绅商量 这孩子来历不明 只怕是个妖孽 弄死得了 可通关的村民却纷纷反对 尤其是刘良辰的夫人 态度最为激烈 她是出名的慈悲心肠 看着孩子几次红了眼圈 黄神爷一直灵验 现在咱们烧了他的屋子 毁了他的家 再要弄死他的孩子 只怕要大祸临头了 众人不由地点头称是 刘夫人又说 孩子我就收养了 他们娘俩的丧事 大家都出一把力气操办了吧 人们交口称赞刘夫人贤明 青梅母女下葬后 孩子就正式进了刘家宗祠 启明小黄 小黄渐渐长大 刘良辰夫妻对她视如己出 这刘良辰精通药理 又略通武艺 就亲自教小黄习文练武 孩子顺利地成长 过了几年 朝廷为了安抚汉人 委派一批当地闲事管理地方事务 众人联名保举了威望最高的刘良辰 为地方官 刘良辰通晓官场之道 很快就得到提拔 从此他就带着妻儿离开了家乡 一直辗转在外做官 小黄16岁的时候 有外伍入侵东北边防 朝廷紧急征兵 小黄报名参了军 远树爱辉 他果敢神武 投军不久就立了几次战功 升职为靶总 赶上树九寒冬 帐外风雪兼兵 寒冷彻骨 小黄夜里巡逻时不慎摔了一跤 腿不能动了 随军的侨廊中 立刻赶到魏小黄检查伤势 这乔郎中医术高明 跟统领雅骨都是莫逆之交 只是一张脸上斑痕遍布 很是丑陋 声音也嘶哑难听 乔郎中看了伤势没说话 小黄担心地问 先生 我这腿伤不碍是吧 乔郎中听他开口就是一愣 没事 将养个把月就可以了 刘把总 你老家在哪儿 小黄告诉了他 乔郎中点点头 一边信心地为小黄诊治 一边和小黄闲谈些家乡掌顾 不久小黄的伤就彻底好了 没多久 小黄奇特的身世 突然在军中流传开来 很多汉人将士都跑来找他看新奇 还跟他结交 这是很快传到了 统领雅谷都的耳朵里 他弄清是怎么回事以后 惊得面色如土 连夜写了一份奏折 太特使快马加鞭赶赴京城 禀告了康熙皇帝 皇上龙颜震怒 立刻下令捉拿小黄全家 这时刘良辰已经坐到了吉林双城府通畔 全家人稀里糊涂被下到了大牢 关在了一起 不知为何却一直没过神 这天傍晚 牢门支牙一响 一个满脸疤痕的青龙人拎着石河走了进来 正是乔廊中 小黄急忙扑到牢门边叫着 先生救我 乔廊中把酒菜递到牢房里面 微微一笑 哑声说 别急 我千辛万苦走通了雅谷都的门路 才能进来 就是来为你们想办法的 你们父子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 一家人拼命摇头 乔廊中叹了一口气 波言问道 小黄 你真是皇神之子 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 否则有灭门之祸 小黄回头看了看父亲 刘良辰犹豫再三 支支吾吾地说 是 小黄是皇神的儿子 乔廊中满脸的惋惜 那完了 我得到准确消息 你们一家明日就要满门抄斩了 刘夫人放声大哭 一家人乱成一团 乔廊中等他们安静一些了 才缓缓揭开一个天大的引擎 原来 皇神爷的原形是冥乡王朱祁玄 这是个热爱黎民的好王爷 那年他日下的郡县闹起了蝗灾 乡王日夜祈求上仓开恩 蝗灾却越来越严重 他一怒之下 居然跑到田地里 捉住蝗虫大口吞脚 一口气吞掉了几百只 当晚就独发身亡 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青涩的 蝗虫的尸体在他身上堆积如山 他日下的田园却大半得以保存 百姓敢带乡王恩义 才到处建庙与宿金身 立他为皇神 康熙听到小黄居然自许是 钱明诸姓皇帝后人 还在军中宣扬身世 尽管这件事离奇地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由此招引的 很多思念钱明的汉人靠拢他 实在是犯了蜻蜓大忌 刘良辰面如死灰 他看着哀哀哭泣的家人 猛地站起来 摇晃着木炸高喊着 冤王啊 我儿子不是湘王后人 他是我的亲骨肉啊 乔郎中紧紧盯着他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你能证明 小黄不是囊王的儿子 我可以为你们去申冤 说着从怀里掏出卷博笔墨 提笔等着刘良辰开口 刘良辰缓缓坐倒 说出了二十年前的一段隐情 原来当年的青梅花蓉月貌 让刘良辰垂涎三尺 可自己辈分上是他足书 又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乡绅君子 一时不好下手 刘良辰心骄如焚 那天他本来是跟方明去采药的 看着青梅进了皇神庙 立刻找个托词跟方明分手 亏是青梅 趴在皇神爷膝盖上睡着了 悄然焚了随身携带的迷香 侮辱了青梅 可怜青梅一颗芳心 早记在了皇神爷身上 朦胧中真把他当成了皇神林姓 等到青梅母女双双自已身亡 刘良辰指使夫人出面 收养小黄为明灵一字 官运亨通后再也不曾回过家乡 满以为这是神鬼不知 哪里想得到二十年后引发了这桩公案 乔郎中拿起写满字的白卷 给刘良辰过目了一遍 然后让他签字按了手印 乔郎中仔细地把白卷折叠好 收到怀里 忽然朗生大笑 刘良辰 你这案子太过奇特 官府根本不会开庭审理 明天五十 法长之上小僧会来给你们送行的 刘良辰扑通跌倒 指着乔郎中 那神色跟见了鬼似的 你 你是方明和尚 你没死 乔郎中 不 应该是方明和尚朗生说道 是的 我就是当年死里逃生的方明 皇神二十年的冤屈 也该昭雪了 想当初我本就一心是你 你为了灭口深夜伴贼伤我 我无奈之下装风作哑 本以为你会看在多年交情网开一面 容我苟且偷生 可你居然纵火韶庙 刘良辰冷汗淋漓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方明冷笑一声 你还记得青梅临死前的那一晚吗 那晚 青梅亮亮呛呛来到皇神庙 方明虽身在空门 可对青梅早就动了爱慕之情 他悄悄躲在暗处 看青梅拿着一个玉锁片 归在皇神爷的脚下哭诉委屈 方明实在忍不住走出去询问 青梅绝望之下跟方明诉说 说这个锁片是洞房时皇神一落的 他悄悄留了起来作为纪念 方明这已经非同小可 他经常跟刘良辰一起研究要理 他记得他身上就有过这样一个锁片 方明愤怒之下对青梅道破真相 青梅绝望地跑了 没想到他的行踪 早就在刘良辰监控之下 刘良辰偷听到两人对话 再次动了杀鸡 于是一把火烧掉了皇神庙 方明奋力逃走 却被严重烧伤 他担心心狠手辣的刘良辰继续加害 就远走他乡还俗做了游方郎中 心里却无时不再挂念当年的这桩公案 清军开战把他掳进军中校里 在为小黄智商时他意外得知 这就是青梅的私生子 这才下了狠心到处散布传言 要报这二十年的冤丑 真相大白 方明站起身来 青梅母女的两条性命 黄神爷的清白 我的一张脸 都毁于你这狗贼的片刻淫欲 我要拿上你的共状 去还黄神爷一个公道 青梅母女地下有之 也该明目了 刘良辰的冷汗层层冒了出来 他趴起来扑到牢房边呼喊着 来人啊 我是冤枉的 人正在此 有人陷害于我 方明一拱手 意味深长地说 你喊破了喉咙也没用 以皇上的英明神武 难道他真的会相信 小黄是皇神后人 要怪就怪你弄巧成拙 聪明反被聪明物 偏偏选中了朱王爷来替你背这口大黑锅 清朝年间 窝寇清边 小孤山大寨主吴老七的女儿玉红还没有丈夫 其实山寨里数百口人 里应有年轻帅气的人 可父女俩都想找一个远离江湖的人过一辈子 吴老七想出一个笨点子 他选了四位五一高强半是稳妥的兄弟 到山下打听 捡好的为女儿抢一个回来 这天四人下山 见官路上来了一位年轻人 身高七尺左右 五官端正 腰悬一口剑 四人眼睛一亮 冲了上去 就将其拉住说 小兄弟 得罪了 我家寨主有请 那人一听 急说自己有事 四人说 寨主找你也是好事啊 那人见四人那个阵势 只好老老实实地跟他们一起上山 来到山寨 吴老七一看就中意说 你叫什么名字 家在哪里 那青年说自己是海州城外人 姓白名叫天鹏 家中只有父母二人 准备参加乡试 吴老七一听还是文化人 吉令白酒 四人一听说叫白酒 知道吴老七这关过了 只要玉红小姐再同意 他们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时只听吴老七说 白小哥 咱是大老粗 又是江湖人 今天我那四位兄弟请你来 是想你做我的女婿 我那女儿比神仙还要美十分 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那白天鹏愣了半天说 婚姻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一人也做不了主呀 吴老七一听 哈哈大笑说 只要你同意 将来你父母那儿有我呢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吴老七刚起来 就有人来报说 禀报寨主 海州城外白家庄 果真有个白天鹏 昨天外出未归 家中正在找他呢 吴老七一听 点点头说 好 让小姐与他见见面吧 只要小姐同意 就与他办喜事 吃过早饭 白天鹏被带到后厅 一见玉红果真是人中之缝 不由点点头 玉红呢 此时仔细看看 心中更是满意 吴老七一看两人都没意见 大喜 当即传令三天后 为两人办喜事 土匪窝里办喜事 无非是大鱼大肉大酒和大闹 等到送入洞房的时间 人们在找刚刚还在酒席桌前 劝酒的新郎官 却突然不知去向 已经喝醉的吴老七一听 赶紧叫人找 哪里还能找到 洞房花竹叶 新郎官跑了 玉红哭哭啼啼好几天 要不是丫鬟小青看得紧 说不定就撞墙自杀了呢 一晃半月有余 这天早上 他起来到吴老七面前请过安后说 爹 这夜我做了个梦 妈妈来看我 说叫我到东山天奇庙 去替他还个愿 他就能保咱爷俩今生平安 吴老七听了一愣 女儿自小就没下过山 他怎么知道东山有个天奇庙 看来真是亡妻托梦了 就对手下四人说 兄弟 这几天玉红心情不好 你们带他下山散散心吧 四人点头称是 天奇妙离孤山不远 这天正是庙会 玉红买好香姿 看起不到位置 就在厅前等候 这时过来一个和尚说 女施主 是来进香许愿的 玉红点头称是 那和尚说 东偏殿佛祖罪灵 你可到那里进香 玉红到那儿一看 果真人不多 就挨到跟前 他点着香后 想起一顾母亲 边哭泣边嗑起头来 三个头还没有嗑完 突然眼前一按 身子不由飘飘下坠 头一下子晕了 站在玉红身旁的丫鬟 一转脸见玉红不见了 慌忙出来告诉四个教夫 四人当即找庙里住持 住持并不认账 还叫出一群武僧 与四人动起手来 丫鬟一箭 赶紧放出信歌 转眼间 信歌飞到山寨上空 有只老笋也追来了 正在观测的弟兄一箭 盲喊五老七 五老七拿过弓箭就射 那只笋一掉头 向海州方向飞去 五老七一看信歌 得知女儿遇险 她便叫人召集所有弟兄 便自己快马加鞭 想天奇妙赶去 再说玉红 已经醒来 发觉自己掉在一个不大的地窖里 一注意 面前站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 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白天鹏 你 玉红话还没说出 只见白天鹏一摆手 巧声说 别声张 我带你出去 这时 只听庙里传出打斗声 白天鹏窜上墙头一望 见五老七带着数百弟兄 一把和尚们团团围住 刚想下去帮忙 就见五老七迈个破绽 闪到和尚身后 一个剑指将他点倒在地 那些和尚一剑注尺背擒 都放下手中武器 被五老七的人绑起 可就在这时 大门外喊杀声又起 这时有人来报 大队官兵杀来 五老七一听大惊 盲对和尚们说 快点将我女儿放出 我们一起抗击官兵 不然先将你们杀了 住持一听 慌忙答应 五老七刚要叫人松绑 就听有人大喊 不可 随着声音 玉红与白天鹏 已经来到五老七面前 五老七一见白天鹏就怒骂道 你小子为什么要逃跑 白天鹏弯腰尸里说 岳父大人息怒 有话今后再说 先把眼前事情处理了 五老七一听白天鹏叫自己岳父 再看玉红在他身后 就对白天鹏说 玉红是你救出的 好 我们拼死保你俩杀出 你一定要善待我女儿 白天鹏点点头说 岳父大人放心 小旭一定听您的 话没落音 只见他手一伸 五老七直愣愣地站在那儿 惊慌地说 你要干什么 为何点我学道 这时只见白天鹏跳上高处 对还在发愣的孤山楼说 我是大力四捕快 受命来破妇女失踪案 现在主犯和尚已经被你们捉住 只要你们从今以后放下刀剑 回家务农 我保证你们可以安居乐业 如果反抗 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吴寨主 是我的老岳父 我一定会替他向皇上求情的 五老七一听 知道反抗也是徒劳的 就喊 兄弟们 听白不快的话 放下武器吧 众楼一听五老七发话 一个个都扔掉刀剑 一起下山散去 五老七与和尚们被押解到大理寺 原来白天鹏受命来破海州城妇女失踪案 那天他到天奇庙后 剑玉红也到了那里 就偷偷尾随在后 发觉和尚与他说过话后 就到偏殿叫几个妇女扮成烧香之人 引玉红前去 然后用机关将玉红翻吊进地宫 白天鹏捉住那个和尚一问 才得知住持早被东营武士谋害 那些失踪妇女就是被这倭寇假住持偷偷卖到海外的 于是白天鹏放出老笋调集官兵 自己禁地宫就出玉红 白天鹏评了孤山匪患 与倭寇拐卖妇女大案 受到皇上嘉奖 白天鹏就为五老七求情 说这倭寇和尚是五老七捉住的 可算将功抵过 皇上答应将其释放回家 半年后 五老七又在家里为玉红办了喜事 新婚之夜 玉红问白天鹏 还跑不跑了 白天鹏说 上次没有你同意 我也不会跑 更不会立此大功 这次嘛 他笑嘻嘻地从身上摸出一纸公文 玉红抢过一看 是大理寺同意白天鹏辞职的命令 玉红一头扑进白天鹏的怀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